大家看啊 安静下劲 现在我们讲oracle的第二天 还是我们的oracle时间的教程 那么第二天我们首先看一下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先给大家列出来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啊 简单的回顾一下 因为上节课呢 你我们今天有点时间了 你先回顾一下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oracle的表的管理 就怎么去对表进行创建 维护修改等等 而更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 我们要讲一下oracle的基本查询 和oracle的复杂查询 这两个点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大家知道对数据库来讲 最难的应该说还是对查询的这一块的知识点 这是最难的 其实对于添加数据和修改数据 大家肯定不会觉得特别难 比如说一个公司要要招oracle 程序员了 他要招oracle程序员的话 他一般来讲他不会让你去 他不会说去考你怎么去添加一条数据 怎么去修改一条数据 一般来讲都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提让你去根据他的要求 查询出他需要的那些个数据 对吧 一般都是讲查询 所以说查询其实是 衡量这个人对某一个数据库掌握的好 还是不好的一个重点 再一个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oracle数据库的个创建 是怎么创建的 主要是讲这么几个流程 好我们首先把第一个第一节目的内容呢 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六一圈 六一圈 六一六 大家看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呢 主要是给大家说了一下为什么要去学习oracle 学习oracle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呢给大家讲了一下oracle和oracle公司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讲了一下oracle的安装启动和卸载 最后呢讲了一下oracle开发工具有哪些个 大概有四个工具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oracle自带的那个工具 以及我们现在桌面上的那个叫做prsicle developer的一个工具 这今天我们要今天讲课的时候啊 我先给他说清楚 今天讲课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用就以这个工具为主了 这个工具 因为它本身呢相对来说 呃是汉化过的操作起来比较简洁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我们就用这个工具来讲 好 接着我们下面看 那么我们还讲了一些prsicle的一些常用命令 怎么连接啊 怎么等怎么去退出啊 那样子一些操作 还讲了一下oracle用户的管理 那么简单溜一圈啊 大家看学会安装干嘛干嘛的 然后呢我们比较了一下目前流行的哪些个数据库 大家反正脑海里面又要有一个印象 不要说别人提到db2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cbase info mix oracle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 当时我还画了一个图 我说呃 我当时说的就是说 大型的数据库 应该算cbase db2和oracle 那么我们 中型数据库呢是sigserver myseco 小型的access 还说foxbase那些数据库 我们为什么选oracle呢 下面我说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需求量大 因为现在对oracle程序员的需求量很最大的 我据了一些图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吧 是吧这个就是oracle程序员的位置呢有三千多个在北京 就只是北京就有三千多个啊 不说全国 那么后面又给他说薪水高 当然这个薪水高啊是个相对而言的你光辉oracle没有一些工作经验这个也比较麻烦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个认证的话情况就好得多了 所以说如果各位同学学完oracle的话有有那个意向或者愿意去考一下这个认证的话呢老师也是支持的 不过呃先给他说清楚 学完我这个课程呢 学完我这个课程呢要考oracle这个cpa oocp 就是那个专oracle专家认证还是有一点势力的 估计大家还得去看一下相关的其他的书籍 但我也有些书推荐给大家 后面解了试一下oracle是干什么的啊 他的现状的这个创始人他的产品线 后面呢就讲了一下oracle的安装 当时好像还给大家的一个视频对吧 就是怎么去安装oracle 大家回去家都安装好 这是要求的 你说不会安装一个oracle 这有点说不过去 oracle安装要注意哪些地点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ppt和相关的那个视频文件 就没什么好说的 尤其这地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 oracle装完了过后呢 他会默认产生应该说产生三个用户 当时我也提到了 一个叫做sys这个用户 还有叫system用户 这个用户呢 他的权限是最高的 这个用户呢是系统操作员的权限 赤字 但是另一个用户权限已经极高了 还有一个叫scot的一个用户 大家记忆回忆一下scot 那个用户是个普通用户 他 他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用户而已 没有创建 创建什么 创建用户的一些权限啊 ok 那么oracle装完了过后呢 你将会得到一大堆 以oracle打头的这些个服务 其中有两个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叫做listener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如果你起不起来的话 那么你将不可能用jdbc去连接这个oracle 也就说你像用假话程序 你要用假话的假话程序 jdbc这种去连接oracle是不可能成功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oracle的ocp 他这是一个服务service 大家以后看到以service打头的这个东西呢 就代表后面这是一个oracle数据库实例 当时我还讲到oracle的那种管理和2000的不同 我记得我还画了一个图 当时画了一个图 这我就不再重复了 上去了啊后面删除 什么删除呢 oracle的删除相对来说有点麻烦 他需要动注册表才可以把它删除掉 关关于oracle的删除呢 我记得好像也也有视频 把那个安装启动和删除做在一个视频里面的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待会再让老师给一份就行了 回家按照那个做一遍 好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 ok 后面我解释介绍了oracle管理工具呢 大概有四种 一种是oracle自带的工具软件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去 还有一种呢就是sql plus 这个呢你直接在运行栏里面输入sql plus 就可以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 他自己的oracle企业管理器那个东西 后面我们也会给他提到怎么使用 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sql plus pl circledeveloper这个工具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今天呢我们估计以这个工具为主来讲 来强解就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安装也非常简单 基本就是下一步下一步就行了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 好下面再看连接命令 我们说一个oracle呢 它可以去连接到某一个数据库实例 所以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个中括号啊 这个中括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你可以写con 也可以把这个connect全部写全了 用户名斜杠带密码 那么后面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在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代表就是你要连接到哪一个数据库实例上去 我们现在因为只有一个数据库实例 所以说没什么选择 假设一台机器上它装了多个数据库呢 数据库实例呢 你这边就要指明白你要连到哪个上面去 否则的话它就会默认以第一个登录 比如你装了三个数据库实例 如果你后面不带的话呢 它就以安装到第一个登录 但实际上有可能你是想登录到最新创建的一个数据库 那你就一定带一个这个符号try 然后呢把它那个service就是哪块写上呢 把这块写上哎呦来不及了就是那块 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service后面不是有个名字吗 哎就是那个带上就行了 ok再往下面看 啊退出命令修改密码的命令 show user退出命令 这都不用多说了 还写了一个star和这个tray 实际上就是代表运行一个脚本 edit可以编辑一个脚本命令 spoor可以把sql sql plus屏幕上的内容输出到指定文件 这些都是介绍过的啊 好交互式命令这个也介绍介绍了一下 nansize呢可以设置行的宽度 page size可以设置行的这个数目 后面呢详细介绍了一下创建用户怎么创建的 怎么创建一个用户呢 简单的讲创建用户 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一个dba才可以创建 普通用户是不能够创建的 你不能上来过用scout去创建一共用户 这是不允许的 用户的指名领是这样子的create user用户名 identified by密码 这个密码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不能直接以数字打头 你比如说直接以123 那么他不让你过去 一般要以这个字母打头 ok后面就是一大堆怎么修改密码 怎么删啊怎么删除一个用户 然后呢讲了一个用户管理的综合案例 这边好学个东西 还有怎么对用户的口令进行管理 oracle对用户的口令管理呢 他有自己的一套叫profile 他基本上流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创建一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呢相当于就是一个规则 大概好像就这么一个意思哈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用户的管理它是密码的管理 它是这样子的 我画一个小图 这个图画大一点 好清楚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好 大家看了也不清楚 反正代表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你可以去创建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创建一个文件 叫profile一个文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规则 它其实就是一个规则 这个文件其实就是一种规则 然后呢 假设你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这个数据库有一个用户 然后呢你只需要把这个用 把这个规则分配给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 他的他就会受到这个 约这个文件的约束 就是大概是个意思 就是两步第一步是创建这个文件 第二步是把这个文件 指定给某一个用户 两步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通过这地方也可以看出来 你看我这也是样子的 我首先创建一个profile文件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 create profile local accounts limit failed login attempts 三 password local time 我这有红色标出来的呢 就代表这个是不能够修改的 而这个黑色的部分呢代表可以修改的 实际上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创建了一个profile文件 叫local local account 干什么呢 我要限制这个用户在登录的时候 最多输入 三次命令 三次命令 你如果三次都错了的话呢 我就要把你这个用户干什么呢 啊 锁定 锁定 锁定多少天呢 两天 两天 就是两天以后呢 你可以再去从事了 也就是你三次连续出错的话呢 你即使输对了 我也不让你进去 除非你两天以后再说 表示一个规范 其他的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啊 不一一的介绍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二天的一个讲解 第二天讲解呢 老师主要是要从这么几个方向来说 就是表的管理 刚才已经介绍了 重点 重点应该是查询 查询这个是最重点的 告诉大家Oracle最重点就是查询 今天应该要说是Oracle一个中精华之一吧 Oracle一个是他对表的查询 对多表的查询 我们这今天全部都讲完了 还有一个就是Oracle的重点就是对 比如说像那个对存储过程的编写 那也是Oracle的最核心的一点 第三个呢就是他的那个存储器 像那个什么触发器那一块的知识 好今天我先看 今天对大家的期望的目标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希望大家掌握Oracle表的管理 包括创建和维护 第二个呢要求大家掌握一下Oracle表的各种查询技巧 今天应该说如果说 大家好好听的话 应该对大家对数据库的那种查询的技能呢 有一些提高 因为我有大量的案例 来启发大家一起思考 然后呢要学会创建一个新的Oracle数据库 大家看到我们在装Oracle数据库的时候呢 会莫会让你之前前一个名字会产生一个实力 可是当你一个Oracle 可是有些情况下你可能会有多个数据库 那你怎么创建呢 你不可能再去从装一边吗 他自己有一套规则 他可以用叫做database一个管理工具来直接创建 我这有个图啊大家看到 这个图呢代表一个人从最底下向最高的走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讲的刚开始的地方可能是有点 基础 慢慢慢慢逐渐深入 一点点走 有点像个鸡蛋 OK 所以我们学东西呢 首先大家记住一句话 以前我在上大学那会儿 我们老师也告诉我们老告诉我们说基础很重要 如果这个基础你不结实的话呢 对你将来发展不好 就以前有人打个比方吧 我们以前老师老公们打比方说 一个是全真教全真派 一个是欧阳峰的白 人家叫什么派 白驼 白驼山他们有一个派嘛 吸毒类派的就是 讲的是一个招式 看起来很厉害 其实后面路又越走越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基础跟他讲起 接着我下面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克表的管理 首先告诉大家表名和列名的命名规则 我这就给他列出来了 有四个规范大家必须予以掌握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表啊 表名必须以字母打头 如果你这个表名是以数字打头 或者是以其他的字母打头的话 那么对不起他充电不起来 这点是必须要记住的 第二点呢 就是长度不能超过三十个字符 换言之就说你这个表 名字最长最长三十个字符 你要超过三十个字符的话 他就不认了 其实一般来讲表面你写那么长也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是吧写个名字叫 比如说你要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难道你还真的把平衣全部写全了 没那么长啊 就适当的简化一下 再来一个不能使用oracle的保留字 你不能说创建一个创建一个表叫做oracle 那就不行 我创建一个表叫什么表面叫oracle 那不行 那就保留了 好 他只能使用如下的字符 比如说大写的字母 小写的字母 数字 downer符 警号 一般其他的呢 碳号这些大家都不要乱用了啊 地质符这些就不要用了 好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oracle的数据类型 待会呢我每个都要我待会后面有实际案例啊 肯定都有嘛 老师肯定要敲我们去建表都有都有实际案例 现在先让大家大概明白一下一个大概的框架 oracle的数据类型呢 主要来讲oracle数据类型反而还没有 oracle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他反而没有像2000或者myseco数据类型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复杂 他的数据类型反而减少了 其实少归少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反而简单了 他的数据类型大概就是七八个的样子 不像2000上来过后弄得很乱 你比如有int float 还有什么bit 还有那个double 还有double 还有double 还有那个什么num 你这到时间都不知道用哪一个了是吧 嘿人家这个oracle简单我告诉你他那个数字类型就一个number 就一个number 然后那个number呢你可以通过你的设置想想把它设置到想想把它当成整数用就当成整数用想把它当成小数用就把它当成小数用而且范围极大 待会你们就知道oracle在这方面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 oracle有一个叫制服型的 这个制服型说白就是存放置物串 这个是任何一个数据股必须要有的 你不能存放置物串那就完蛋了 制服错呢大概是三种 一种是差型 这个差型呢是定长的 也就是说什么叫定长呢 你比说我打一比方 我打一个比方 说你定义了 我我这边一边写一边给大家做一个小案例 这样大家这样讲起来好一点 各位同学请看啊 呃 我先进去了 一边讲一边点案例 让大家听得轻松一点 好我进来了 我建一个小小的命令窗口 各位同学请看我连上来了 而且告诉我是scout 这块是不是有点小啊大家觉得 我把它调大一点啊不要着急 我把这个调大一点点 调大一点点这编辑器 还不够大是吧 大 大了吗 对刚才大多了哈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如果说你还看不清楚的话 那我也没说了 再大就只有一个字了 那太恐怖了 也就是说比说我们创建一个表啊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那么假设我建了一个叫 叫用户 叫用户 叫users表吧 假设叫users表 那么这个表呢 一般来讲 我们给他一个用户名 叫叫用户名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 你是用chart的 那么告诉大家 你这个地方 最大 只能是2000 你要写2001的话呢 我告诉你 那就不行 因为他最大就是2000 不能超过2000 而且还有一点呢 假设你就用户名定的是 假设你定的是200 我我打一比方啊 假设你定的是200 那么 这个用户名 不管你放多大的一个 比如说你取的用户名 就叫小就叫小名 那么 告诉大家 你这个200个空间 200个字符的空间 是被占用的 他不管你写的是多少个 通通给你占用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讲清楚 这个chart 我打一个比方 比如chart10 你写的是小韩 那么前四个字符 被小韩填充了 后面有六个空格不全 相当于是这个概念 相当于在数据库里边呢 实际上是存放的 一个空格两个空格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没有没有六个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的空间就会被你占用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有些东西老师这样子他他有些东西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老师为什么有chart这个类型存在呢 你这样不是挺浪费空间的吗 我跟大家讲这个chart 虽说他占用空间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效率很高 什么叫效率很高呢 他查询的速度极快 他查询速度快 你比如说我们我们那个有一个叫学号这个字段 这个学号字段大家都知道学号字段的学号一般来讲 或者叫身份证吧 这样讲起来轻松一点 身份证这个字段 大家都身份证的一般来讲不是15位就是18位吗 18位现在基本上新一代身份的都是18位 他是个定长 假设你有你有一个字段要表示身份证的话 而这个身份证呢 他刚好是18位 而你那个select语句经常要依靠这个身份证去查询的话 那我告诉你一定要用chart 因为那查询速度要极快快的很多很多 就像是这个意思 假设你有张表 假设我这样子画不好 假设你这有张表 先设了一张表 这表里面有个字段叫身份证 假设这个字段是身份证 那么这个身份证大概都是他是定长 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把它定成什么呢 查询这个定成查询的话 他的速度就极快了 他应该定成查询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查呢 他是一个定长 所以说你定成18这样最快了 查询的时候速度极快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啊 我去了过后 我在公司的时候呢 我老认为varchar是最好的 就是哪个字段呢 因为以前我知道这个varchar 他是个变长 比如说你你存的数据量特别小 他就自动给你 就他会自动的增加和 比如说他这个小的话 就自动给你节省空间了 你不够的话呢 他就给你把那个多余的六个空间给你接收回来了 我老用这个 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 其实到了公司过后呢 人家还那个技术技术总监还说了我一下 他说这样不好 其实如果说你有一个字段是 本身就是知道是长度是多少 而且这个字段老被查询 什么叫老被查询呢 就是比如说你你老写这种这种语 select 你老写这种语 select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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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某张表 where 这个字段 就是以这个字段来查询 老被查询的话 你就应该用char 那个速度极快 所以我知道过后我才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东西存在一定有他道理 好 现在我就说这个chart的效率要高一些 就是查询速度快 verchart呢是节省空间的 就是我们计算机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空间和时间永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什么这个chart他查询快呢 因为他是定长他就整个匹配 他上来过就是15位 真的一下一起匹配 看看你合不合 不合 就相当于不相等 那如果verchart他就不一样了 假设你定的是verchart的话 他是一个一个比较 他首先比第一个 再比第二个 再比第三个 他速度一下就慢了 所以说verchart速度慢 但是节省空间chart效率高 但是呢浪费空间 club类型 这个club类型代表是制服型的大大对象 你比如说假设 还有这个verchart还没说完啊 就是最大是4000个制服 不能超过 那么 verchart和verchart2 verchart2是在ORC里面推荐使用的一个类型 他本身对他的存储的方式进行了优化了 所以说在ORC里面我们就用verchart2 verchart2是verchart的升级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简单这么理解一下也行 但是没有verchart3 没有verchart4 好 club club就是制服型的大对象 你比如说4000个制服还不够用 那么你就选用club就行了 接着再往下面看 数字类型 数字类型 ORC对数字类型的管理呢 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他就一个number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数字类型就给你搞定了 非常好 比如说这个number 你也在默认情况下 你见了一个数据类型叫number 那么这个number呢 它可以表示整数 也可以表示一个小数 范围很大 小数 能够表示到10的-38之方 这么小 那么大呢 可以代表10的三十八之方 这个10的三十八之方是很大很大一个数 10后面加上38个0 你想一想这个数有多大 当然你就也别去数了 那么有些东西老师我想表示一个指定那个小数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比如说number52 这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就是一个小数 一共有五位 一共有五位 这个代表一共有五位 那么后面这个二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有两位是小数位 有两位是小数位 而且范围是负的9 九负的999.99到正的999.99 那这个范围 那如果你想表示一个整数 你比如说 其实这个我说的有点不对 他应该是负的这么多 就是10的-38之方 其实啊 他也是一个正数嘛 应该是负的10的负的三十八之方 这个这个就对了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数 对 不要 这样子 这样子就对了啊 这样就对了 就是10的三十八取负 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负的 好多好好大一个数 这边是正的好大的一个数 那么这个number5代表什么呢 number5代表一个五位的整数 就是负的99999到正的99999 9 好 这几个 哪个 确定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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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要你要是范围不大 直接用number就可以 好 先歇会儿吧 咱们先歇会儿 好吧 好 好 反正 嗯 嗯 粉 您 有 那 那 有 有 有 那